中学毕业后 胡若梅被分配到北京鸡水潭医院当护士 此后她改名胡友松 1965年李宗仁回国 第二年夫人去世 在周围人帮忙物色下 她一眼就看中了胡友松的照片 两人第一次见面 李宗仁拽住胡友松的手 开口就说了一句 小胡姑娘 能不能跟我结婚 胡友松愣了一下 她万万没想到 在她第五次刚踏进李公馆的大门时 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 会突然当面提出了要结婚的请求 于是1966年7月 27岁的胡友松 嫁给了76岁的李宗仁 成为她的第三任妻子 在北京西总部胡同 51号的官邸 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 结婚当天 当四姨为新郎新娘带上雄花时 胡友松的心 却突然揪了起来 我突然想 自己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 晚上她独自坐在卧室 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这是我的归宿吗 我将来怎么办 然而 这场婚姻 仅仅持续了两年 1968年4月 李宗仁去世时 胡友松29岁 1993年 胡友松归依佛门 法名庙会居室 2008年11月25日 胡友松病逝 享年69岁 临终前 他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 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是1966年7月26日 我与李宗仁正式结婚 从那一刻起 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那年 我27岁 他76岁 若美 友松 王熙 庙会居室 胡友松四个名字 四段人生 转发 我们下机 旁边 音声 机